作为低单打来讲 他还是面临很大的压力 因为他的胜利与否 对中国队是否能够捧得汤杯 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他每场比赛都能够发挥得很好 对 非常好 非常漂亮 所以就是控制陶飞克的两个米线 然后让陶飞克的这个球 刚才飞得比较低平 而且在中场的截获反拍 直接一个调球 打得非常巧 2比2 中国队和印尼队在决赛里面的相遇 汤姆斯杯应该最早是追溯到1984年 陶飞克还是加强了往前的控制 嗯 和突击 这个球最底线人 受到死小 陶飞克还是要调整了 刚才我觉得可能多少有点紧 林丹两人进的状态是比较快 但林丹更快 对 所以陶飞克没有太多的发挥出自己的特点 只能是跟着林丹的节奏来打 毕竟呢已经将近29岁的陶飞克 他还是说呢非常的成熟的一位艺术人 这是正开的杀直线 这个球是稍微的偏了一点 很明显第二局开局以后 陶飞克加强了进攻和强王 对 哇可惜了 这个在往单上谈定下 掉出了边线 林丹应该打得再耐心一点 因为毕竟陶飞克的体力 应该不如林丹 对绝对是 姐妹 姐妹 这球打得非常的刁 没错 质量非常的高 在第一局呢 也有这样漂亮的这个正拍的对角线的杀球得分 这一段林丹要避免自己的无畏失误 一方面要跟上这个陶飞克这个抢攻的节奏 另外一方面要耐心一些 减少自己丢分 其实一个比较经验丰富的运动员是应该像陶飞克这样 你可以明显感受到他对自己的技战术的调整 像李宗伟他也是有这样的实力 但真的就是心理上完全被打蒙了 到第二局我觉得他不会动了在场上 不会输很多 对 是而且这个球要去到哪里完全没有明确 就完全是被动的接球了 只是只有招下之功 所以是21比8啊 林丹是第二局21比8击败了李宗伟 基本上也是靠自己的这个失误给对方送了 林丹也加开了突击的结构 对 而且心理能力很强啊 相对情况连续进攻 对 6比4 说明他的场上应变能力很强 我发现陶飞克抢攻以后 他自己加快了节奏 自己先抢攻抢往 这一次汤汤杯的这个林丹的表现 除了为中国队这个胜利奠定的这个 很重要的这个基础以外 他还是给广大球迷献上了一个 精彩的比赛 对 还有精彩的舞蹈 唐飞克放了 达网输 7比4 明显陶飞克对林丹的进攻 有点一下子不太适应 嗯 嗯 嗯 啊 这球好像真的非常的貧 好像是有出界的这个选业啊 但是这个编台呢 是容易了一下 给出一个见面的手势了 林班坐在地上 做出惊讶状 他们来拍一下 这个摄影师还没有拍到 太惊讶了 你看看这边 还是没拍到 怎么看 角度没拍 对 都是差一点点